周女士租的办公场地在杭州萧山雷迪森财富中心9楼 10月份签了合同 租期两年 周女士说 这块地方一共有4个小隔间 她租了其中一间 卫生间是公用的 周女士说 她在网上买了一台洗红液体洗衣机 放在洗手槽边上 靠着女卫生间的门 这样子放会挡到一个洗手盆 但进出没有什么大问题 洗衣机是月初安装的 到了12月10号 房东又不让她装了 房东叶先生介绍 周女士来租房时 她说过卫生间放洗衣机的事情 还不确定要协调一下 10号那天 因为洗衣机的问题有了纠纷 周女士报了警 民警建议把洗衣机放在男卫生间里 有空间 尺寸也合适 不过需要周女士自己联系人 安装改造 但后来周女士提出要退租 周女士表示 她没听房东提过可以给她买新洗衣机 她是12月19号搬走的 因为退钱的问题 双方去派出所调解过 那么调解完了以后就是说 三个月的违约金不用给她 但是我有押了将近两万块钱在她手上 我押了将近两万块钱手上 也就是说她的违约金也就一万九千多 调解员就是说了 退还我五千块钱 那并且我也答应了 那么当时要警察把我们送回来的 送回来就是说 我到账 一次到账给了我四千块钱 然后还有一个一千块钱 房东叶先生之前在隔断玻璃上贴了带波点的透明膜 周女士考虑到客户的隐私性 又在透明膜上贴了一层磨砂膜 周女士表示已经恢复原样了 我撕好了 我撕好了叫她来验收 我昨天报了三次警 警察给她打电话她也不接 接了她也不过来 昨天那个一个民警打电话 跟我说说好当九点多我们到九点多我们去 结果她不去 她坐到我在公司里 她要老师 我等到她十八分钟后来我有事我出去了 叶先生表示她会把这件事情了断 后来周女士反馈 一千块钱已经退回来了 188黄剑记者报道